那很多粗宝说老花一 柠檬怎么养啊 柠檬老花一种了 大概有两万多颗吧 今年没搞特别多 然后呢柠檬是最好养的了 就是我们综合表现下来啊 它第一就是不会有病痛害 第二存活率特别高 你像月季的话 我们基本上两三天就要打一遍药 有的时候勤快的时候都要天天打药 柠檬没打过药 就有什么说什么 真没打过药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会长得很快 而且它不怕冷 关键是到了冬天 但是我们这个大棚的话 不用加温 有的话说老花一 我要地灾我要盆灾 我要这来那来的 其实呢 我在河北的时候 19年还18年养过一盆柠檬 现在我妈还养在呢 养三四年了 现在特别大 结的果特别多 过两天我妈回来的时候 我妈要到这边的时候 我肯定会把那个柠檬也带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柠檬呢 它还是洗光的 洗水的 你有的话 有的老是盖它不住 就说我那个光照也很好 我也没少浇水 你这个花盆啊 你像我们种植的时候 都用的这种排水透气的花盆 就是浇了水 能把水及时排出去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光照 肯定是很好的 再一个呢 就是通风 你像我们闭几眼了 我们就把那个风扇打开 嘟嘟嘟嘟嘟嘟 给它吹风 我们下面有个通风口 上面也有个通风口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保证 一个良好的通风 有的花友说 老花姨 你们大棚里面 这样那样的 其实很多的花友啊 都是说 在讲一些客观的条件 我们在外面 也可以去养它 明白了吗 你盆栽也OK的 你不论是地栽 和盆栽都OK 如果你地栽的话呢 你把那个地 就是地势啊 首先别太低洼 就别一下雨 就积水 就种个稍微高泼的地方 就跟我大舅子 那个小木头 似的那种感觉 就是种个笼 凸起来的地方 给它种下去 尽量保证这样 然后呢 你正常浇水 该浇水 你盆栽也是一个道理 只要不积水 只要光照好 你多浇点水 不害怕 你要河北昌里那边 更多的是用沙子 养的一些柠檬 养的也很棒 也就是说什么呢 它洗光 洗水 洗肥 不怕冷 盆栽的 你像三四年左右的苗子 零下十几度 都没问题 有什么说什么 有的话说我不相信 这种小苗就不行 必须得撞苗 别的没什么 有的话说不开花 不这不那的 可能是品种的原因 我们找的这个呢 都可以实现 自花授粉 有的品种 必须是一花 知道吧 有的是 我们这个就 你可以理解为 叫吃雄同体了 自己就可以完成授粉 也是分品种的 这个是那种很香的 叶子也香 这个结的果子也香 开花更香 就是这么个事的 其实蛮好养啊 就是光照 光照光照 其他的 就是盆土不要积水 结果不错 就点了关注 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油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白了臭包 嗨 嗨 嘿嘿 嘿嘿